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变成了萝莉 只以我收下的五个女徒弟 各个都是武功高强的变态痴女 做起事来堪比炸之机 为了保住我岌岌可危的两个妖子 我毫不犹豫就一口喝下了 转变性别的魔法钥匙 想当年我作为光明神的象征 降临这片大陆 坐拥无数教堂和信仰 靠着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从百草原堂三位书 几乎把整片大陆统一 雕鬼邪碎更是退到边境之外 可惜这两年突然就和主神断开了联系 自身的法力不断地消散 再加上五个徒弟疯狂稀释我的惊奇 我自知这个位置已经坐不下去 魔族的那些人知道以后 必然要一举攻入地固 我也是时候该隐退起来 顺着最隐蔽的小巷 我一路走进了神秘炼金商店 老板 我盯制地改变容貌的药水 到交货时间了 老板娘一脸妩媚地看着我 当然了 客人您请稍等 此刻圣殿泳池中 有五个容颜绝世的女子正在牧民 询问心爱师父的行动 五徒弟看着眼前刺激的一幕 毛海里不自觉地对师父浮想连天 三徒弟疯狂看着脸红心跳的弗铃 直接就从后面抱上去 还在旁边不停地输出哨而不疑的知识 这时心爱和水如子投来了一个冰冷的目光 我说你们很前吗 是不是师父不在最近过得太滋润 三徒弟一下就躲进了四徒弟木木西的怀里 不愧是我所有弟子里心胸最宽广的女生 木木西一边安慰两个萝莉一边退出了这个修罗者 水如子开口说道 师父最近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 这次倒好直接就消失了 最好老实交代师父失踪和你有没有关系 心爱也常识地捏住了水如子的你 既然你自己都察觉到了师父不对劲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他的问题 这么关心师父怎么不自己去找找 别总是用你的脑子去揣测他人 水如子一时之间也开始怀疑 似乎心爱真不知道师父的下落 可这正好就是心爱的圈套 经过前几日的调查 师父的法力已经流失到生活不能自理 师父啊师父 要怪就怪你自己把弱点给暴露出来 今晚我就要让你变成我的虫 就在另一边我竟然直接从高空坠落下 真是的 现在连最基本的飞行术都不能维持了吗 还好我的药水没有摔坏 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也要改头换面枸杞偷生 好在现在还有五个功法高强的徒儿能够保护我的后半生 只是最近光顾着定制药水冷落了大家 这个时间还是偷偷从后门回去吧 免得引起众怒 结果我刚刚推开大门 就看见了大徒弟心爱已经叙事待了 卧槽 被迫转性成萝莉 只为躲避我那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 大徒弟心爱更是日夜不停地调查我的状 得知我法力消散之后 直接把我堵塞了城堡大 师傅 人家等你等了好 你终于是回来了 我慌慌张张地扭过头去 这个该死的逆徒何时已经变得如此大了 这大徒弟本就是魅魔出生 再加上这么妩媚的话语 我已经血脉拼张快点住 话说师傅你这段时间去哪里 徒儿可是很想你 心爱趁我没注意 直接就把项圈带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好世尊 这下你就逃不掉了 可恶 你这个逆徒 欢迎师傅回家就拿项圈套着试 再这样为事可就不客气 心爱文言反倒是露出了一点戏谑的东西 世尊您这是在迁就徒儿的胡闹了 还是根本就已经无力反抗徒儿了 要不然您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在用肉体反抗 一点法术都没有施展 我不禁心头一颤 坏了 这个家伙肯定已经发现了我的事情 下一秒 心爱绝美的脸庞就凑到了我的面前 您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徒儿身边做徒儿的乖狗 徒儿不会亏待你 我立马就指着后面大喊 谁如此 你怎么也来了 心爱当机就锁紧了眉头 随后又光速变了 谁如此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在 话还没说完心爱才发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 而且我已经趁着这段时间的工夫逃走 我一点时间也不敢耽误 立马就掏出了变身药水 没想到这一刻会来得这么多 即使是我这样强大的男人在此时也是犹豫 毕竟炼金师老板娘说过只要喝下药水 就再也变不回男儿身 突然一柄纵剑直接就穿透了地面 心爱一脸朝红地看着我逃跑的方向 我的好世尊 你真以为今晚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坏了 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 看这个样子今晚要是给胆住 十个腰子都不够用 下一秒我把爱平带就一口气全部喝了下去 突然间我只觉得心脏冲 然后锁出一口82年的老血 这个药水不对劲 为什么会这么难受 这个死妖婆不会卖的是假药吧 我的身体似乎是变小了 话说两腿之间为何变得空旷 身上就好像有火焰在燃烧一般炙热 心爱这时也赶到了我的面前 可恶 这个小孩身上为什么会有师尊的味道 话说这个小孩似乎和师尊有几分相似 卧槽 为什么胸口还是软的 这时我迷里乎乎地睁开了眼睛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罗莉 只为躲避手下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狐狸 结果没料到 变成娇小罗莉的第一个晚上 就被大徒弟奈希压在了身下 真操不恐 圆月当空夜色一身 此刻一间复立堂皇的卧室内 虽然我已经醒来了 但是还处在一阵晕血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是谁在压着我 勉强坐起来后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是谁家的罗莉怎么这么渴 难道说 卧槽 导致我硬邦邦的兄弟跑哪去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连我的兄弟 糟糕 这个杀千刀的老板娘 我怎么变成这么样 连我的兄弟都傻 死仇不共戴天 还有这个耐息 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 现在处境危机 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 会落在这个下场 看来是昨晚晕倒之后 被这个逆途带来 现在没有魔力傍身 简直是太危险 必须在他醒来之前逃跑 我的脚材刚踏出两步 就听到身后一阵清醒 小家伙你是想逃到哪去 残弱的躯体 竟然被人轻轻一拽 就倒在地上 完蛋了 看来必须直面恐惧才行 我昨晚好不容易把你就出来 你现在倒好 连句谢谢没说就打算逃走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恩情的吗 犯困子小鬼 可恶 这个逆途到底在说什么 犯困子又是什么东西 真到我 好惹的是吧 你这个逆途 我看你是右倩收拾 维师平时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这个语气让奈希浑身一阵苏麻 最后我的巴掌 一个接一个的招呼下去 我让你给维师套向圈 我让你态度嚣张欺世灭阻 什么犯困子 随便乱取名字 当维师是你领养的小狗似的 奈希两眼泪汪汪 不是 你身上带的瓶子 写的不就是这个名字吗 我也是好心把你带回来 怕你被坏人带走 那个药水瓶子上的谷语 难道被这个蠢蛋 当成我的名字吗 可恶 这么说来 难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吗 下颖要内心 回过神来咬牙切齿的咆哮 你刚刚说逆途和为师 是什么意思 我师父可是这片大陆的传奇 所有人都敬仰的神明化身 这个小鬼倒好 居然还敢自称是我的师父 刚才那个惩罚动作 居然还让本小姐失神了 魅谋小姐你先等一下 既然我们都不认识 你为什么还要带我回来 怎么了还要装傻吗 你这个小鬼天生魅谋 你难道不知道 你这副身体会祸害苍生 当然了 本小姐带你回来 也是为了保护你 作为交换 你就一辈子留在这里了 这个耐西在说什么 可恶 耳朵被吹得好痒 行 绝对不行 小丫头你不要欺人太甚 什么狗屁天生魅谋 我是不可能屈服于你 就在另一边 二徒弟新野兰出动 圣骑士军团 寻遍了附近的所有村庄城镇 也没有发现我们的风景 耐西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她最近在古堡做些什么 身后的小修女紧张地回忆 耐西大人这几日没有出过古堡 但是古堡的守卫增加了不少 就算是我们的县人 都很难传消息回来 师父消失至此 这个妖女真的会坐以待毙子 可恶 不对劲 此事必定有蹊跷 只怕是被这个妖女瞒天过寒 丁堂 立刻派圣骑士前往古堡 不要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该死的妖女 你到底是藏了什么秘密 人灵化身的最强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白毛萝莉 意外转变成了人人贪恋的天生魅力 结果才第一天就被徒弟压在身下 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一时间我自己也近乎失去了意识 等我回过神来 刚才那一幕幕疯狂的画面 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狗屋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 你这个逆途对本座下了蒙汉钥匙 耐西马上就堵住了我的嘴巴 你自己天生魅力 被注入魔力之后自然是这个样子 别这么大声说话 刚才运动了这么久 你这个小身板肯定也饿了 你在这等着我给你准备些食物 现在变成了人见人爱的体质法力 还完全丧失了 这下可惨了 本打算安安静静地度过后半身 看来是不可 现在这副模样要是让人知道 我就是神明化身国家的传奇 那岂不是要被人给笑掉大人 耐西应该不在这附近 先逃跑再说 等自由了肯定有办法摆脱这个阶段 竟然一把背刀破空而来 直接钉在了身后的木门上 我刚想开口解释一下 又有几股那刀戳上来 范困子小鬼 这是想跑到哪里去 什么跑你别乱说呀 我只是在到处逛逛 行吧 那正好你把这碗饲料给吃了吧 耐西丢过来一碗 称是饲料的不明液体 这是本小姐赐予的晚餐 你就心怀感激地全部喝掉吧 过槽 这碗东西看上去就不像人吃的 还说什么饲料 这个该死的秘途 真的把我当成是宠物了 看着我犹豫的样子 耐西一脸坏笑 怎么了 范困子还是个挑食的小孩吗 看来要我亲自为你才行 说吧耐西一脚直接伸到了晚餐 来吧 把我脚上的粮食吃干净 这可是主人的恩赐 怎么了 你难道还敢违抗我的命令部长 可恶 我的徒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刁蛮无理 我身为神明化身难道真的要吃吗 看上去好不畏生 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但是不吃的话又不像一个小女孩 面对淫威的眼睛 算了豁出去 耐西突然就把脚收了过去 叫你吃你就吃 真是个下贱的小鬼 我顿时就一脸猛逼 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我这个蠢蛋徒弟该不会精神分裂了吧 结果下一秒耐西两手一挥 就变出了一桌好酒好菜 刚刚只是在和你开玩笑 当当 这些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晚餐 看来是实锤了 这个该死的逆途真的精神分裂了 等等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这些食物里竟然全是我平时叮嘱爱吃和不爱吃 难道说 他是想借此来测试我的真实身体 刚才生气也是因为我做出了如此卑微的行为 耐西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怎么了赶紧吃啊 还是说这么多好吃的都不合你胃口 果然这个逆途是在确认我迷加利的身份 但凡我下意识地挑着习惯吃起来就要遭殃了 还真是人心险恶 作为神明化身的我竟然差点就上当了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型成了白毛萝莉 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徒弟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因为耐西怀疑这个白毛萝莉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世尊 眼看差点就要踩进这个逆途的圈套 我立马就壮着胆子走了上去 在主人用餐之前 我一个小小奴仆怎敢先吃 说罢我就一把脱光了身上的衣物 还把各种山珍海味摆在自己的身上 不要脸的恳求耐西对我下手 结果这些卑贱的举动当即就惹怒了耐西 你你你 你这个小鬼还真是不要脸 眼看计谋得逞 我甚至当着他的面哼起了小曲 毕竟我早就知道这个耐西有严重的感情洁癖 在他确定我的真实身份之前 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在虚张声势 存蛋魅魔 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能当你的世尊 此刻耐西也拿不定主意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披露 这个小鬼该不会真的不是世尊 但是下一秒耐西邪魅一笑 罢了 就算是造诣再高的变身术 也不能改变肉体上的某些特征 说罢他一把拍在桌子上 放困子小鬼 我看你身上的衣物有些破了 不如我们换一套新的吧 下一秒他就朝我递过来一套贴身衣物 好家伙 这特么哪里是要给我换衣服 明明就是想套我鸟窝了 很感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衣服已经很好 我刚想逃走就被耐西抓住脚踝 这怎么能行 奴仆就应该好好听主人的话 我猛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把耐西给扑倒 此刻耐西的小脸突然仗得通火 没想到他已经把手放到了天赎之地 耐西猛地坐了起来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为什么会这么平坦 耐西还是不相信眼前的白毛罗莉不是自己师父 后他一把就掐住了我的伯格 快点告诉我你是谁 为什么知道那么多还敢叫我腻土 我立马解释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弥加利的妹妹 大家有话好好说吗 耐西一把就松开了我 一派胡言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师父还有什么妹妹 你不愿意坦白也没关系 亏我还设了这么多陷阱套你的话 不过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吧 我痛苦一阵 糟糕了 这个瓶子怎么会在你一徒的手上 昨天晚上 我准备孝敬师尊就看着他转身喝了什么东西 等我追上去就碰上了你这个小鬼 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有些紧张了 你可不要瞎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瓶子 耐西缓缓说道 我已经把剩下的药水拿到研究所去分析了 但凡让我知道你是在撒谎 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顺带提一句 药水今早就已经送到实验室了 也就是说我们后天一早就能得到分析数据 我猛然一惊 后天卧槽这下可糟了 我不会被他强行榨干吧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白毛小萝莉后 却惨遭魅魔大徒弟的毒手 本以为逃出城堡就可以告别榨汁机的生物 结果才刚刚念完萧生克的救赎的台词 就立马被抓到二徒弟的手中 奈希回来的时间已经在即 幸好吃饭时被我偷偷藏了一根汤烧 现在没有魔法也就算了 连身体都是个白毛小萝莉 要是还我八块腹肌的猛男去巧 挖穿这个破城堡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再怎么说我也是光明神的化身 区区一座城堡还想困住了 就在这时古堡的大门之下一声打开 奈希看着报告急不可耐地冲向我的房间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直接传到了地底下 我才有没有搞错 我才刚偷窥懒人就回来 这次要是被抓到那不得被抽筋八匹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千万别抓到我了 光明神再赐予我祝福吧 我迷加利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恩 从研究所发回来的信件上说的 药水的成分太不复杂 或许只有送到世界最大的研究所才能解析出来 但是经过简单的实验发现 药水确实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貌 不过外观的变化不大 奈希才不管这么多 最后一段话就是他想看到 尽管没有得到百分百的结论 但是我硬要说是解析出来 范困子也不能怀疑什么吧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每时每刻享受你 我的宝贝范困子 不对 应该说是师尊大人 师父 我回来了 就在奈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 我也挖穿了地道的最后一层堂 奈希看着空落落的房间突然沉没 这个地洞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觉得 我的范困子师父怎么就逃走了 另一边 我感受着雨滴落在脸上的清凉 这就是自由吗 哈哈哈哈 我迷加利终于是逃出来 似乎多了不少神殿的骑士团吧 告诉你一件事也无妨 就连我师父都不知道 也没有察觉 我可是名副骑士的魔神之躯 下一秒我的大吼大叫 就引来着附近的骑士 这个秘密没有其他人知晓 如今范困子全身都是我的气味 只要他出去就会被神殿骑士 当作邪神带走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一脸愤怒的骑士 果然两人当即出手把我靠住 你这个充满魔神气息的走狗 老实一点跟我们回神殿接受什么 文言我当即就怒了 不是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哪来的魔神气息 接下来就是奈希和新野兰的最终对决 不多时我就被带到神殿之内 骑士猛的一把将我压跪 大法师 这个小鬼是我们从城堡附近带回来 他身上充满了浓重的魔神气息 我们怀疑他是邪神的走狗 新野兰眨把这眼睛说道 魔神的气息吗 小家伙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 真是可恶 神殿现在都这么蛮不讲理 我明明才走了几个月 但我看清来人就不淡定 我抄 新野兰 真的是你吗 为师找你找的好苦 我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肚 这些蠢蛋把我当成魔神的走狗 还把我一路靠到这里 快点救救我要我的好徒儿 骑士团文言当即就愣住了 可恶 竟然敢对大法师不尽 立马把你的手松开 新野兰赶紧出手制止了骑士 大家先别冲动 但我确认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身份 下一秒 新野兰一脸温柔的看着我 不用害怕 你刚刚喊我徒儿 这么说来您难道是 本以为逃出魅魔大徒弟的手掌 关进了地牢 新野兰一脸温柔的安慰 我不要害怕 您刚刚说您是我师父 这么说来难道你是 想到和耐息的区别对待 我不禁红了眼光 果然还是我这个温柔可爱的 宝贝二徒弟聪明懂事 没错 我的好徒儿 本座就是高阶圣堂光明神 在人间的化身 路米亚王国活着的传奇 也就是你的师父弥加利大人 新野兰当场就听愣在了原地 可是下一秒圣骑士团就忍不住 你这个浑身 将满魔神气息地走狗 竟然还敢冒充 弥加利大人的名讳 我看你就是在找死 新野兰立马就起身 叫停了重骑士手中的动物 师父大人法力高强 变个小女孩也并非不可能 只是光明神 在身上的魔法烙印 绝对不会等 所以还请大家冷静一些 我用法力探寻一下便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地骨冰寒的魔力波动 就对着我疯狂冲刷 我这穿了几十年的新衣服 竟然就这么被光束瓦解 但魔法波缓缓消散 我这才注意到此刻 我已经是赤身暴露在众人眼睛 这时新野兰突然就向我伸出手 别怕 没事的 我只是在给你检查身体 后续辛苦各位骑士们转过身去 不许偷看哦 这下可糟了 虽然说不是耐希这个蠢蛋 不会分辨文物 新野兰可是我从小带大的 天才魔法师 但是这几天圣恒先是 经历了药水的侵蚀 还被耐希这个魅魔百般摧残 也不知道新野兰 能不能分辨得出来 就在这时 新野兰胸口的蓝宝石 突然就迸发出淡淡光辉 下一秒 新野兰整个人都被一股 强大的吸力牵引过来 这个感觉不会有此 圣恒竟然在呼唤我体内的魔力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 真的就是师父 这下可真是赚大发了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行了 我已经赶制完毕了 辛苦各位骑士们 立马把这个冒充 弥加利大人的胆图压下去 关到最底层的地楼 眼看刚刚逃出来 就又要被关进一座监狱 我当即就破口大骂 新野兰你这个匿途 在发什么羊巅峰 你绝对认出我了吧 快别和师父我开玩笑了好吗 圣骑士看我还在口出狂言 立马就赏了我两个大嘴 师父啊师父 没想到你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把你关进地牢里 其他徒儿就联系不上你 咱们好好把旧账算算 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不过他这一身的魔神气息 是在何处沾染上的 据骑士所言 他是在奈希的家附近被发现的 难道说这个奈希 真的是一尊魔神不成 此刻的古堡之中 一名女不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子 魔神大人 那位大人又来催你吗 奈希文言刷地一下坐起身来 你说的是我父亲吗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魔力 我第一天就被魅魔大徒弟 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本以为逃出生天就能安心养老 却没料到这看似纯洁的二徒弟 更是变态中的变态 奈希在火炉燃起了一本魔法书 下一条一层高大的火焰 恶魔矗立而起 奈希只是空洞地 看着面前的魔神喊一声父亲 奈希 我的孩子 你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吧 奈希文言紧紧攥住了拳头 然后淡淡回答道 我没有忘记 那你为什么还没动手 你知不知道你的兄弟 你的族人 还有你的父亲 我每天都被困在 那个极寒的封印之地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baby的男人所记 父亲知道 当年把你一个人 送到他身边卧底对你不攻 但是现在也只有 你能干起拯救族人的使命 奈希冷冷看了一眼魔神的手 然后一本拍 这些我都知道 我答应过的事情绝不会防我 该怎么做我也自有分团 今后没什么重要的事 就别来找我 免得神殿那边的人有所觉察 今晚我会想办法抓住他 没想到此刻两人的对话 全都被暗处的一个人听到 奈希 我就知道你不干净 嘿嘿今晚行动吗 又在另一边 我被八光衣服扔到了所谓的地牢 看着镜中的自己 我不禁感慨 现在真的是变成一个女孩子 不过这里说是地牢 为什么看上去像温泉泳池一样 就在这时 新野兰一把推开了这里的大门 师傅你这是要去哪里 突起来的一道声音让我哭去一阵 为师能去哪 就是瞎溜达而已 但是下一秒我突然晃过神来 等等 你刚刚是不是喊我师傅了 新野兰你是不是认出为师了 新野兰轻轻撩了一下头发 当然了 不管师傅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能认出来 真的是 认出我了居然还叫人把我打入地牢 新野兰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 师尊变成这个样子 肯定有自己的利益 土耳总不能把这件事情招到天下的 不过师傅你为什么没有在当时解除变身状态 难道真的和传言一样 您不会是法力不知 只能保持这副身体不能再变回来 可恶 为什么新野兰现在说话也有一股阴谋的味道 我就不信了这个乖徒弟还能不怕我 新野兰你是在质疑为师吗 为师只是暂时喜欢上这个形态了 当然了为师不是变态 只是好奇而已 突然新野兰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 真的是 女孩子身上怎么能脏兮兮 我这个做徒弟的肯定要帮您清理干净才行 再说了师傅嘴上说着喜欢这个形态 但肯定不知道女孩子洗澡的方式 新野兰将沐浴露抹在我的后背一顿揉搓 这样徒儿也好教给你我们女孩子清理的方式 这也是徒儿孝敬师傅的好机会 新野兰看着我一脸受不了的表情竟然无比享受 就是这样的表情 师傅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件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魔力 这才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爱徒竟然是魔族的卧底 就能安心养老 却不料一项乖巧贴心的二徒弟更是一身房 把我从头到脚都折磨了你 师傅身体小小的也太可爱了我好想 就这样像只小动物一样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新野兰回想当初 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威严肃穆的帝国最强男人 为师严苛动不动就会对徒弟加以惩罚的师傅 在我手上 自己的屁股从没有一天好日子 结果现在却变成这幅任人宰割的可爱女孩 而且还自投罗王主动送上门来 委屈巴巴的样子看起来好想欺负 忍不住了 我必须好好把师傅全身都欺负你 好了师傅大人 现在前面已经清洗得差不多了 现在徒儿来帮您把后面的脏东西都清洗出来 丝滑的触感让我身去一产 后面不行 逆徒快给我住手 说了那里不能洗 笨蛋逆徒快点给为师住手 再这样为师要受不了了 刚才还在幻想我们师徒共遇会是一副温馨的发明 现在这样不是纯纯在公告私仇吗 我怎么就养了这些个大逆不道之徒 突然星夜兰打了个响指发动一道法阵 下一秒池中的水像是活过来一样 不停往我身上缠绕搜索 星夜兰你到底在做什么 求你了 那里 那个地方真的不行 星夜兰一脸坏笑根本没打算停下手风的动作 师傅乖乖 这样才能把脏脏清洗干净 还有脚脚上的泥垢也不能放我 必须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小女生才行哦 我看师尊这一阵子肯定是累坏 接下来就由我为师傅好好按摩放松一下 然后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重机 这哪是什么暖心的宝贝图 对我下起讲来是招招致命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暴打仇家 突然星夜兰冲我坏笑一声 好了师傅 最后咱们把这里也舒缓一下 做完这些之后 星夜兰一脸病焦的看着虚弱的我 如果师傅法力真的流失殆尽 那以后岂不是天天都可以让我欺负 我必须得亲自验证一下 此后她就从法阵中取出一瓶神秘药水 好了师傅快起来吧 最后一步咱们把身体擦上精油就可以 我费劲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心想终于是熬到头了 不料这还是星夜兰用来测试 我法力流失速度的道具 师傅乖乖地坐在这里就行了 我来帮你完成最后一步 然后你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 这时我才察觉到情况不对 为什么这个精油和耐吸当时用的一样 星夜兰你快点停下来 真的不可以再继续了 身体突然间就快速放大 星夜兰也察觉到了一丝不顿 眨眼间我的身体就已经大过了压在我身上的星夜兰 星夜兰见状瞬间就羞红了脸 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我只不过是往里面注入了一点魔力里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动静 窗外若隐若现地散发出魔神气息 星夜兰食指伸到嘴边嘘了一声 随后一把将我按到了水尸里 一只鲜鲜玉足落在了窗上 好久不见到我的宝贵师妹 星夜兰和我同时愣在了原地 这个女人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身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此刻却陷入了两位病骄痴女的修罗场 二徒弟为了独享我的美食 竟然硬生生地把我藏在了她身下的水尸 大徒弟为了能重新夺回调教我的权力 更是对星夜兰手脚并用 企图让她暴露出我躲藏的位置 星夜兰见到奈希心怀鬼胎地出现在自己的地板 直接强行用腿把我夹在身下 我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因为之前奈希在接触我这个形态后就变得非常奇怪 看着奈希一步步朝水尺靠近 星夜兰一副心虚的样子也不敢挪出来 而且不知为何身体好心越来越热 师妹真是闲情雅致 如今师父失踪了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泡走 还是说师尊她老人家已经被你给藏起来 说吧奈希直接从身后把星夜兰给抱紧 企图从水里看到我的踪迹 奈希内心想要挣扎反抗 却不知为何身体使不上一点力气 我在水里使劲拽着星夜兰 生怕被奈希抓回她的补宝游戏 殊不知此刻我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母主也疯狂 我说星夜兰 我们俩好歹也是相亲相爱的师姐妹 你一个人独占师尊就有点过分了吧 星夜兰忍着燥热朝奈希撇了一眼 什么战不战眼 平时分大人的法力 我们怎么可能抓得住她 奈希文言一脸戏血凑了上来 你还在这里装什么糊涂 我们这些徒儿里有几个不想独占师父 还有什么师父的法力 她早就已经法术亏空变成小女孩的母女 连变都变不回去了 星夜兰刚才还没来得及测试完毕 没想到在奈希这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她一着急两条腿夹得更紧一些 眼看嘴里的那口气就要憋不住 我贴上星夜兰的肚脐就吹了进去 星夜兰实在憋不住了交呼一声 不要这细微的小动作 还是被奈希看出了端倪 我说师妹啊 不如你就把师父教出来 我们俩一起调教也不错 就在这时星夜兰的理智 已经被蒸发的所剩无几 下一秒她就猛地跳出水面一把 拉住了奈希的衣服 坐不及防之下 朝奈希的小嘴就亲了上去 奈希反应过来立刻就挣脱看 星夜兰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吗 这时奈希也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平时的星夜兰一直都是温和寡淡的母 不可能用这种手段来逼退自己猜的 而且她现在这一副不对劲的样子 为什么有点眼熟 我累得动 这不就是妹骨感染时候的体征吗 下一秒奈希就一脸邪笑地潮水直看去 我的宝贝师傅 你果然就躲在这里 见状我险些把嘴里剩的气都喷了出来 星夜兰文言也立刻恢复了一些理智 作为光明神在人界的化身 不料却突然法力亏空 变成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白毛小魔力 本以为含心如苦带大的佛儿 能让自己安心养老 却不料这两个匿途 都是想要调教我的病骄痴女 奈希注意到星夜兰这魅骨感染的体征 立刻就凑到了水池旁边狂笑 我的宝贝师傅 竟然敢躲到别的女孩子身下 我必须把你带回去调教成听话的师傅才行 我看着奈希朝前方不断探索的贤猪手心头一颤 抱着星夜兰的大长腿都更紧了紧 这下惨了 要是给奈希逮住就遭老罪了 星夜兰你必须保住为师才行 奈希俨然一副奸计得逞的魔力 心想这下就算是星夜兰也无计可施了 可就在下一秒奈希表情就僵住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在这 明明刚才气息锁定就在附近裁队 星夜兰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邪魅笑容 只见我的身体在水中急剧缩醒 然后就化作了一滩水龙的魔力 说是在水中完全隐身了也不为货 没想到星夜兰那些奇奇怪怪的魔法真能派上用紧 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早就说过师父不在这里了 再者就算师父真被我找到 以我们俩的关系我还能瞒着你 星夜兰松了口气 在转变我的形态之后 那种头脑空白全身燥热的情况明显缓解不适 说吧星夜兰朝着一脸不易的奈希继续说道 师姐既然这么关心师父有没有在这耻中 不如我们一起下去看看 奈希还没反应过来就对星夜兰一把拖入水中 然后在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早就把我踹到了水池身处 奈希继续了粉圈 自己刚换好的衣服现在又泡进了水 星夜兰一脸玩味的捧起奈希的脸 怎么样师姐 看清师父不在这里了 奈希急得想释放法术脱身 不然下一秒就被星夜兰掐灭了 别这么急嘛奈希 我可算是明白了 明明师父就不在我这 你却偏偏要挑人家沐浴的时候过来闹事 莫不是奈希你对我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 还是说师姐你这么喜欢推开人家的身体 奈希被星夜兰紧紧抱住 脸都红到了耳尖 赶紧给叶塔 星夜兰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大变态 就算我喜欢可爱的女孩子 也不可能会看得上你这个参与 奈希浑身狼狈地钻出水面 偷鸡不成还被星夜兰狠狠调戏了一遍 表情比吃了两斤母猪也疯狂还难受 可恶 星夜兰怎么会说这种虎狼之子 还有刚刚她那副模样 明明就是魅鬼感染的体证 说吧她就留下一道分身藏匿在这大堂之内 星夜兰啊星夜兰 骨子里就是个愣头小鬼 还想骗过我 门都没有 好了星夜兰 既然师父真的不在这里 那我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不过本师姐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师父现在法力尽失 又一个人在外面 你也清楚师父在外面的仇家不少 还请你多花点精力寻找她老人家 不要让她陷入危险 说吧那戏碰得一声把门关上 星夜兰仍存一些疑虑 师父明明是帝国最强传奇 怎么可能会突然法力亏空 不行 我必须亲自测试清楚 说吧星夜兰一把将我提了起 趁我还没反应过来拿出一块法石贴在了额角 下一秒魔石就完成了监测 各项数值都低得离谱 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小女孩才有的战斗力 我说师父大人 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躲在角落的奈希不禁吃笑一声 区区一道残影都发现不了 还算什么高阶魔导师 还有我的宝贝师父 你果然就在这里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型成为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魔力 无料却沦为了病交徒弟手中的玩物 星夜兰之走奈希之后 本以为可以独自享用师父 结果奈希的分身就藏在暗处观察着 新野兰的一举一度 宝贝师父 现在可没有人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看着新野兰一副饥可难耐的表情 不禁不去一阵 新野兰 本师尊可没有丧失法力 一定是因为你那块破石头失灵了 新野兰看着我慌张的模样 反倒是更加兴奋 师父大人 你可还记得在徒儿年幼时 您是如何教导徒儿的吧 当年师父雷厉风行 对徒儿的屁屁可是一点都没有留守 这一份诗恩轻松楚楚地留在徒儿的肌肤之上 徒儿可是半点都不敢忘 没想到如今师父却变成了没有法力的小子 那我这个好徒儿也应当做好教导师父的侄子 说吧 新野兰轻松把我从水池里拎了起 今天开始 师父大人您就是徒儿我一人的玩物 结果就在这时突然蹦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好啊 新野兰 我就知道师父被你一个人给私藏起来 新野兰指着奈希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妖女不是早就离开了吗 奈希文言邪笑一声 师妹这是哪里的活 难道就允许你耍花招 我还不能留个心眼吗 还有你刚刚说要独享师父 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吧 奈希迸发出一股魅惑之力 吻在了新野兰的额头 下一秒新野兰的眼中就挂满了爱心 我倒是大人 您这些天一定很累了吧 让我们好好为您放松一下 新野兰的周围凭空出现了三个 和奈希容貌一样的魅魔 随后用魅惑之力把她死死困在原地 那我就谢谢师妹为我召开师父 还有你 我的好师父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弱小的身躯在奈希的注视下瑟瑟发抖 新野兰你听我说 上次我根本就不想逃走 可是那个勺子自己就挖起洞 万物皆有灵你应该知道的 奈希文言朝我邪笑了一声 扭过头才发现逃跑的方向出现了一道水 下一秒奈希就被一股法律正脆从空中掉下 常常人界最强男人 就这么光着屁屁摔了个狗啃 新野兰语气十分不悦 什么狗屁换手 依我所见这恐怕是魅族的妖术才能 没想到奈希你居然自甘堕落学习黑魔镜术 今天我就替师父清理门户 这个门你恐怕是出不了 下一秒就有无数的水流冲向了奈希 奈希一个物流神就被束缚在了空中 没想到你这个痴女魔导师这么快就试破了 精神上控制不住你 那我倒要看看这个你怎么破解 眨眼之间无数条触手猛的钻出地面 一瞬就把新野兰缠绕捆绑起 奈希斜笑一声 也以为这就完了 小怪兽全都给我出来 对着那个蓝头发的痴女给我咬上去 新野兰本就脱不开身 现在又被各个方向围攻 很快就失去抵抗带下阵来 奈希身上的水牢也渐渐消散 我说二师妹 跟我比你果然还是差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把师父带走 苏巴奈希拎着我就消失在了房间 新野兰见状暗叹不妙 如果奈希和魔神有染的话 师父就有危险 随后她朝着门口大喊道 圣殿修女全部集结 麻烦守在外面的修女立刻进来 话音刚落就有一位修女飞了进来 随后大门被一道熟悉的身影狠狠踹眼 新野兰你这个混蛋 快点告诉我你把师父藏在哪里 N神化身的最强男人 却变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狐狸 在此等危机关头 并交吃女徒弟也暴露出了各自的疑心 本以为两个秘徒叛变就已经是极限了 结果半路还杀出一个失散多年的龙族少女 奈希刚推开门想要给新野兰一个下满威 不要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女孩三百 新野兰为正脱开触手全身相悍淋漓 但还是摆出了一个相当不妙的姿势 奈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刻意跑回来看我的笑话吗 此话一出奈希当场尊幕 什么叽叽歪歪的 你以为你这破地方我很乐意来吗 平泽 反倒是你这小丫头骗子玩得还挺变的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喜欢偷偷躲起来玩树虎 是在这里给我搞反差这一套吗 你也不想今天的事情对别人知道吗 乖乖把师父交出来我就替你保密 别想耍花招 我知道师父就藏在你这里 新野兰看着眼前奈希一副呆呆蠢蠢的模样 简直和刚才拐跑师尊的奈希判若了 而且原本浓郁的妹夫法力也变回了熟悉的虎气 再加上奈希刚从天台逃走又出现在正脉 新野兰一时之间毛色顿开 立刻发动圣魔法从束缚中挣脱开了 糟了奈希 出大事情了 奈希被这一吼吓得一脸猛逼 经过新野兰从头到尾的解释之后 奈希惊呼一声 你是说有人变成了我的模样 然后把师父拐跑 目前看来就是你想的那样 随之奈希下一秒就充满智慧的贴了上来 新野兰啊新野兰 你真当我是弱智吗 我看这是你瞎编乱造用来私藏师父的故事 新野兰看着奈希的蠢样扎了下嘴 看好了 这种恶心下流的妹祖法术我怎么可能会去学 此话一出新野兰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她就大步朝圣堂跑去 我这就下令骑士重兵把守关口 严查躲藏在路上的妹子 就在这时奈希却叫住了新野兰 你这个蠢蛋先站住 抓住师父的不可能是妹祖 新野兰文言一脸疑惑地转过身来 如你所说 那个伪装成我的妖女使用的全是妹祖法术 可妹祖不过只是一个低等种族 就算再强大也不至于恋成连你都看不出来的谎话之术 有这种变身天赋的也只有可能是龙祖 新野兰看着突然变聪明的奈希 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是他 师父的第六个徒弟 紫笑里术 你死这个龙祖少女 新野兰也露出了无奈之色 都过去这么久 他还是惦记着师父吗 奈希文言也陷入了回忆之中 十几年前魔族与人族正式开战 师父作为天神的化身 再加上圣唐天使的帮助 很快就把魔族封印到了极寒之地 也就在这时 奈希的父亲把少女送到了弥加利身旁 作为魔族的卧底隐藏在弥加利的身下 即使出于私心不仁女儿在极寒之地受悟 也为了少女有朝一日能解开极寒之地的封印 但是奈希深知封印之战其实并非弥加利的人 弥加利本是极力反对赶尽杀绝的作物 但是圣唐天使手握无可匹敌的压倒心力 最后弥加利也只好被迫吐气 就在奈希执行卧底计划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第六位徒弟 在封印之战被遗失的龙族少女子孝礼树 师父心怀慈念 像收留我们一样留下了这个龙族孤儿 奈希身为异族 但从小就懂得如何隐藏自己 在他人眼中自始至终就是个人类的形象 但是子孝礼树不一样 他自幼就和人类大大方方的生活在一起 直到后来他身上的异族特征愈发明显 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人类 却把恶意都强加在一名懵懂的龙族少女身上 虚伪的教会称他为人间的恶魔 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异族生活在人类的世界 任谁都不会想到和平年代会存在这种恶劣的骄傲 师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人群阻止暴乱 但是在子孝礼树的眼中 他只看到了师父站在人类的眼前 甚至没有张开臂膀安慰自己 或是感受到巨大的背叛 那一天以后子孝礼树就再也没有出现 难道说子孝礼树是回来报复师父的吗 很以为久别重逢会是温馨和睦的相拥 无料这个逆途不仅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还对我娇嫩的身子动手动脚 借口是检查身体对标售后服务 子孝礼树失踪了这么多年 结果刚回来就把师父绑走了 新野兰身为尼加利的二徒弟自然不能坐视不顾 我就是挖穿大路也要找到他 区区一个龙族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 奈希文言呵呵一笑 也不知道是谁连子孝礼树的变身术都看不出来 他要真想躲着你 随便换个身份就能在大路横着走 就算你有通天的能耐又能怎样 新野兰一听这话当场就急了 你这个当大徒弟的难不成要放着不管了 我说新野兰你果然还是像一个小鬼一样 这么着急干什么 师父现在虽然在子孝礼树的手里 但是你别忘了 师父身上的魅骨可是能不知不觉的造成破乱 只要盯紧了最近发生问题的点 师父的线索不就手到擒来了吗 此刻就在子孝礼树的福祖 一口烟气正正地吹在了我的脸上 我猛地从噩梦中惊醒 奈希这个逆途绝对会因为我跑到新野兰身边教训 不要带我看清眼前之人却当场愣不 小家伙你就放心好了 你的那两个徒弟现在抓不到你 你不就是当时卖我假药的那个坏女人吗 你这个臭卖药 我为什么会和你待在一起 子孝礼树淡淡说道 当然是来帮我的客人了 你就放心好了 就是我伪装成你大徒儿的模样 把你从圣殿里做出来了 听到这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说来也是 能做出变身药的人 自己的幻化之术肯定也有一些躁了 不过这个臭卖药的我也就见过两次 为什么会大动干戈的救我出来 小家伙你也别害怕 现在很安全 文言我当场就怒了 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 自从喝了你的破药水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 我之前明明说了要变个身份 你倒好 直接把我的性别都给变了 现在要我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 紫笑李树话没听进去两句 反倒是一脸兴致的凑了上来 居然真的可以完全变成女孩子 而且还这么完美 说吧他一脸戏谑的看着我说道 这不是变得很成功吗 至少别人在视觉上绝对认不出你 没想到我这悲惨的遭遇一点 都没有引起这个奸伤的自责 最要命的是 你怎么还给我附加了天生魅独的属性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个小女孩 家家的有多危险 紫笑李树文言轻笑一声 好了知道了 所以我这不是上门帮你售后服务吗 结果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床 你先别着急 我检查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听到这句话我已经彻底觉悟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检查我的身体 我难道就不要面子的吗 紫笑李树发现魅谷印记完美的与我融合 这初步证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 自从在大街上听闻 弥加利法力流失的传言之后 紫笑李树就开始传播 黑市贩卖变身钥匙的消息 他用幻化之术伪装成了店铺老板 果然逮到了一脸心虚的弥加利 尼加利也确实和传言中的一样 法力丧失到看不穿他的变身之术 于是他就交付了一瓶有问题的变身钥匙 但这并不是以复仇为目 紫笑李树只不过想调查清楚 是否法力亏空的原因 就是我也想起了一件细思疾恐的事情 这个臭卖药的竟然如此熟悉我的几位 那就说明他认识我的真实身份 如果这个家伙是仇家伪装的 那我不是危险的 在这危机关头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只要在这时催动魅谷 就能创造出一个逃跑的好机会 不过现在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 必须找到补魔的办法才行 失散多年的匿图 把我转性成了白毛小萝莉 还把自己伪装成了神秘药水商店的老板 我对此毫不知情 但是对眼前这个非常了解我的坏女人 起了一心 为了摆脱被压在身下的窘境 我立刻开始寻找补魔的办法 紫笑李树还在那里手忙脚乱的检查妹妹 我盯着眼前的两颗肉球新生一季 根据我学习魔法两年半的经验 休息之人都会在身体的某些部位 储存应急的备用魔力 像她这样修成幻化之术的女修 绝对就是一颗储摸手机 这时只要稍微使用咒语引导 就能快速我 说到我就对着紫笑李树一口咬了上去 少女回过头才发现 自己的法力似乎被吞噬 果然之时就是力量 在紫笑李树的震惊之中 我的周围炸开了一团粉色烟 变身两次之后我也已经弄清楚 果然只要吸收了魔力 就会因为魅谷切换形态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谁让这个臭卖药的这么神 但是这个形态之下 果然还是有点羞耻 接下来你也要和那两个密途 一样不受控制的和我贴贴了 我看你还怎么控制我 不料身下的紫笑李树 在短暂的羞涩之后立刻清醒 原来你真的可以变成这个形态了 文言我当场就愣住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应该变得奇怪才对 紫笑李树试破我的轨迹之后冷笑一声 随后两只脚丫紧紧锁在了我的腰间 依加利你还真是天真啊 你的变身药水和魅谷都是我做出来的 我这个创造者又怎么可能 会中你魅周诱惑的影响 下一秒我就被他压回到身心 刚好让我仔细检查一下 魅谷发作时候的状况如何 经过探查之后 紫笑李树才发现 我身上的神格刻印 已经被魅谷完全腐蚀 但是在他的印象中 师父明明就是圣天使的化石 对于一切邪碎魔法都有免疫效果 就算是法力耗损停住 身上还是会留存大天使壁骨 不可能出现完全腐蚀的情况 眼下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高阶圣堂出事了 所以把师父和大天使的联系完全斩断 连同天使庇护和法力一并消失了 不过只要神格还在 就能继续调查高阶圣堂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 紫笑李树才发现被压在身下的 我此刻正在不停颤抖 他一脸慌张地询问了 客人你怎么了 你这个卖药的坏女人 你倒好 直接就免疫了 我可是一直在忍受魅谷发作 一转眼我就不受控制地 不料此刻一楼的大厅之内 走进了一名冒险者 男人带着抓回来的史莱姆王 打算次日迈远 结果史莱姆王在感受到 魅谷的气息之后 瞬间兴奋起 直接就冲破了铁笼向上母头 在前台小哥的震惊之中 顶破了天花板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 我和紫笑李树的面前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好恶心 史莱姆王朝着我的方向 递来一朵年夜小花 紫笑李树看着色色发抖的 我说道 这个史莱姆王 他好像在向你求婚示爱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此刻却被史莱姆 压在身上稳及不过 最可恨的是 徒弟竟然还在身边袖手旁观 此刻圣殿之内 修女焦急地冲开大门 大魔导师不好吗 城镇旅馆那一只史莱姆王 突然发情暴走 旅店老板来圣殿请求支援 新野兰文言当场愣住了 史莱姆王怎么可能会 无缘无故发起 奈希反倒是露出了戏谑的笑容 我的好师妹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能引起这种骚乱的 除了师父的魅力 还有谁能做的 我一脸错愕地挡住自己的身体 臭卖药的你是不是搞错 我和他连种族都不一样 这要怎么那个什么呀 下一秒史莱姆王 像是听懂的一样 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个 史莱姆壮汉的母人 你却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大喊 你别乱来呀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怎料史莱姆王 一副我懂的表情 随后再次变形成了一个 性感萝莉的母人 我来个骚当 你这个臭史莱姆 赶紧离我远点 慢药的快点就稳 紫孝李树闻言撇了我一眼 我早就提醒过 你不要随便转变形态 如果你补膜再过头一起 恐怕整个城镇的人 都会被你勾引住 在奈希那边吃的苦头 还不够多吗 我一边挣扎一边扭过头了 对了 你为什么知道奈希 我们俩应该没见过几次面吧 紫孝李树这才发现 自己差点暴露 赶忙抓起身边的塞子 屁到我手的 闲话就别说这么多了 再不赌伤就要来不及了 我正正地看着木头塞子问道 什么赌杀 这是要干什么 紫孝李树邪魅一笑 当然是把上下都赌住了 不是你有没有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紫孝李树随即解释道 史莱姆可是无性生物 它很快就会用粘液让你窒息泉泥 然后把你强行控制住 等你完全失去抵抗力了 它就会把负有生命力的种子 剥洒到你的身体里 雇出一个时辰 就可以诞生无数的史莱姆宝 现在抓紧时间的话还来得及 突然间城镇外爆发出一股恐怖的火气 旅馆的整个屋顶都在沙内间被焚烧殆尽 你的导贝师傅 终于找到你了 想不到您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居然和一个史莱姆纠缠不清 紫孝李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只手按住 新野兰凝聚出一团圣洁法术 此后直接派入了紫孝李树的身体 一阵白雾散态 幻化之术也在此刻解除 异足之女 你想对师傅做什么 奈希和新野兰本以为能够成功突袭紫孝李树 却足了自己也被发情的史莱姆王 困在年夜之中岌岌可畏 险些就变成小史莱姆的温走 新野兰一把就将紫孝李树推倒在身下 一阵的一阵 当初差点就毁了师傅圣殿的门御 现在竟然还敢回来用幻术拐走师傅 你真是好大的胆 别想再耍花招 就算同门一场我也会动手杀人 紫孝李树闻言娇吃一声 师傅都已经变成这副母了 你们两个没想到怎么解决 反倒是一直想方设法四吞 亏你还说的这么大一年 我被史莱姆的年夜捂住了 根本听不清外面在说什么 直接奈希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 然后一把将项圈靠在了我的国格 犯困子小鬼 在外面流浪两天就已经可怜的一不必挺 还是乖乖和我回去过好日子 奈希一把拽起链子 想要趁乱把我带走 不料刚刚扛起来就被两人发现 奈希刚想回头看看是哪个没有眼力见的家 奈希这才想起被扛在肩上的尼加利 这下是由理都解释不清楚 一直沉寂的史莱姆王突然暴露 体型瞬间暴涨到一个房间的大型 你们这群卑鄙的人类 快点放下我的兽体 年夜从四面突袭而来 就连新野兰都被蓝色的触手困住 不能动他办 紫孝李树见状反倒是轻笑一生 差点都忘了你还有点用处 史莱姆王一气之下 打算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当成温座 奈希被年夜覆盖全身 一时之间恶心地使不出一丝魔力 新野兰也抽不出手来施展进化法术 只有紫孝李树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狠狠拽住了史莱姆王的胡须 想拿那个小姐当温床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龙族的血脉瞬间爆发 来自种族的降维打击 让史莱姆王吓破了 紫孝李树满意地抱着我朝出口走去 并威胁史莱姆王好好处理 新野兰和奈希 两位师姐你们慢慢聊 师傅我就先带走了 新野兰和奈希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紫孝李树的肺影 往后消失 就在这时新野兰冷冷地朝奈希看了一眼 这奈希不注意 直接就向她的伪宫摸去 奈希 你怎么真的是魔族 新野兰和奈希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弥加利 被紫孝李树临走嘲讽也就算了 还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史莱姆王的粘液 紫孝李树使用传送魔法 直接带我消失在了王都 不料这传送门竟然出现在这么高的位置 通常人界最强男人摔了的狗啃 话说回来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引以为傲的大徒弟竟然把自己绑架软禁起 这也就算了 他身上竟然还沾染了魔神气息 明明小时候的奈希这么温柔可爱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我那个高贵典雅和艾可亲的二徒弟 居然会用洗澡为借口把维师的衣服八个精光 一副要把我生存活泼的模样 我看这些逆徒通通都被魔神洗脑了是吧 要是维师的法力还在巅峰时期 也不会让这个最小的徒弟离家出走 现在还被圣殿背上了逃犯的罪名 这些徒儿打小就受我极尽严苛的教议 但是唯独只有紫孝李树这个龙族少女 我始终都是对他疼爱有加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的魔族特征也变得愈发明显无法引导 就在我打算出声教训他 别再使用这种肮脏法术的时候 少女却坚定地反驳我这些触手也很可疑 当师父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能代替师父来温暖我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 就连我自己对魔族法术的厌恶都已根深蒂固 那天以后 我更加不能对他提起身为师父该有的严厉 许是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吻 让我想要把对魔族的推欠 全部弥补给这个孤苦的龙族少女 这样一来似乎就能让我在那场灾难中获得一丝救赎 但我期盼的那场救赎中是没有到来 教会对魔族根深蒂固的恨意 还是被强加在了无辜的紫孝李树身上 那时我已经被天使圣唐压迫的近乎置信 再加上体内急速流失的法力让我心烦不已 但是为了紫孝李树 我还是坚定地站出来阻止骚乱 就在这时紫孝李树拉住了我的意见 少女满含泪水的双眸像是在祈求安慰 等师父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能再去买一次糖果吗 因为烦躁 我只是着急地让紫孝李树躲到三徒弟的住处 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那颗凋零破碎的心已经暗淡下 平定骚乱之后 紫孝李树就像是蒸发在这座小城一样再也没有音许 我才开始痛恨自己没有在那一刻坚定地回应她的请求 如果一开始我能微笑地答应她就好 如果我还是一身通天的修为 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乱吗 此刻的盛堂之内 小修女向新野兰汇报并没有发现包括奈希在内三人的踪迹 新野兰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只能愤愤地冲进浴室清洗误会 真没想到又让他们给跑掉了 还有我那个笨蛋师傅 连紫孝李树这种拙劣的幻属都没有看穿 真的是气死我 来了来了 紫孝李树为了隐藏自己当场与蜘蛛娘卡的情 但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 小蜘蛛盯着我的身体越发好奇起来 看起来虽然是个娇嫩的萝莉 但其实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而且还是个天使曾经居住过的蛆情 没想到我在这家伙的面前毫无隐私可言 随即问道这不是龙族的秘境吗 蜘蛛娘文言当场笑出了眼泪 龙族不是早就被你们驱逐到极寒之地了吗 倒是这一堆宝物变成了我勾引猎物的陷阱 再加上这里无解的魔法禁止 所有擅闯进来的人类就像食物一样源源不断地送进 这下我才探清了溶洞之上 竟然密密麻麻全都是撕紧 就在这十一道凌厉的剑锋上 蜘蛛妖躲闪不及瞬间就被削断了几只头 随即又被紫啸李树一脚踹飞出去 区区一个化形不久的蜘蛛魔物 再敢出言不逊我就立刻杀了你 不料眨眼间蜘蛛娘的伤口就肉眼可见的欲果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里可是我的潮雪 下一秒无数道蛛丝倾泻而出 就连紫啸李树都被紧紧包裹起了 更别说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想废物 只见蜘蛛魔物一个闪身就推倒了紫啸李树 总是遮遮掩掩掩不想让人看清楚模样 我今天非要打出你的原形 这突如其来的壁咚把我看愣在了原地 虽然是在侧面 但我也注意到这个黑心要湿的发型竟然变了 难怪会一声不响地进入这里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个龙 不料蜘蛛娘话还没说完就被紫啸李树拖起了峭链 当做我的面就砍了起来 这让我一个纯情小萝莉看绑在了原地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只见紫啸李树在我看不见的角度 凶恶地盯着蜘蛛娘 你要是再读书一句话 我就撕烂你的嘴 知道了吗 蜘蛛娘被咬住了脸蛋 只能满口答应着没问题 最时我才发现这个黑心要剂师 竟然长了条尾了 而且还是带着龙链的内部 不料蜘蛛魔物一边再妥协一边 又举起了锋利的毒刺 见状我立刻出声提醒药技师小心身后 但独自还是在一瞬之间 贯穿了紫啸李树的胸口 死后被蜘蛛娘一个甩尾扔飞了出去 哈哈这就死掉了吗 居然敢把自己的后背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接下来就是你了 天使的躯翘 就在这时一道寒芒静止架在了蜘蛛娘的驳狗处 紫啸李树冰冷地说道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别想碰她一根手指 黑心要剂师的眼神瞬间把我带入了回忆之中 这个眼神绝对是紫啸李树 我不可能会记错